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一度伤心,低落到想回家,但到了二公组队环节,她与谭维维一组经讨论后定下山海舞台,王兴玲又重振旗鼓,与谭维维在沟通训练中不断磨合,慢慢培养出默契。 王兴玲之前在微博自闭深海,而谭维维则回复要做她一直倚靠的山,培养出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。 王兴玲演出以挑染的波浪大卷,分卷发配上了烈焰红唇,蓬蓬秀,上衣,微露相间与黑色短裙,脚踩个性十足的过西马学,和谭维维护标高音的场面,让金曲制作人黄景十一都直接站起来高喊,鸡皮疙瘩都起来了,真的是骄傲。 那应更是直接称赞,王兴玲敢于唱一首跟她完全不搭的歌,她就是一种蜕变,获胜时,她和谭维维更是开心到台上又抱又跳。 录制完二公后,王兴玲表示,无论是之前演唱会,还是乘风破浪的公演舞台,上台前都会紧张,但听到了观众的尖叫,与支持后又得到满血的力量,这种感觉非常过瘾。 此外,在最新公布的主题竞演个人喜爱度榜单,王兴玲首度赌下了第一名,人气丽雅,Jessica,阿娇,阿萨等艺人。 特别声明,以上内容,浪姐才不到二公,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,可谓最重的一个,莫过于有姐姐不冲厕所,骂美如花还能赚钱养家的女神,居然不冲厕所。 什么,女神居然也上厕所,由阿娇转发点赞,基本正是这个消息属实。 网友经过分析,将目标指向三个字的赵姓小姐姐,该姐姐对此回应让人不适,家里是自动冲的。 好吧,有钱人的姐姐,不用冲厕所。 网友们有愤怒,有委屈,有无奈,这些情绪哪哪都有。 在一宫,她的同盟以微弱的差距输给了宁静同盟,导致吴莫愁和黄小雷出局。 来玩玩的那英,决定让对手也尝尝这种滋味,她急了,二宫赛制变化不大,两大同盟四手取目对峻。 几分高的全员安全,低的淘汰艺人,第一场唱跳PK。 宁静同盟先表演,主持人介绍是唯一的双语种舞台,镜头切到台下,观众欢呼不已。 充分证明郑秀妍粉丝挺多,曲目OK,郑秀妍领先。 队员有张欣义,毛俊杰,吴景妍,唐诗意。 组内排练时,郑秀妍手把手将唐诗意发音,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吴景妍,看上去就像是个导师,而不是参赛选手。 有网友提问,郑秀妍明明是导师级别,为什么要去和姐姐们一起参赛? 这话其实不算全对,难道去年的纳英不是导师吗? 调查,训练寻查,郑秀妍组拿到了心心念念的小红花,正是舞台上也得到了陈启元和荒景时宜的肯定,目测要赢。 纳英这边迎战的曲目是《爱象一首歌》,解决阵容有胡信尔,齐熙,张力,朱洁静,王子玄。 唱跳曲目,跳游朱洁静,就不知谁能扛起唱的大旗。 这是一支凌晨三点从卧室练到客厅的队伍,他们都成败,可以证明努力有没有用。 结果扎心,郑秀妍队赢了。 第二轮唱演舞台,大师姐纳英坐不住,亲自带队出征,曲目谁不是。 其他三位姐姐分别是黄毅,张天爱,徐梦桃。 唱演嘛,纳英,唱是顶级,黄毅,张天爱是演员出身,徐梦桃是奥运冠军,人员配比很合理, 一侃就是来抢分的。 网传徐梦桃四宫退赛,大家且看且珍惜,四人联手把台下观众唱哭了, 随便给发起人,谢娜过了一个生日,谢娜也哭了。 对面迎战的曲目是《我我》,阵容为赵梦,张强,郭彩杰,赵英子。 唱的队员不如纳英,演的队员不如黄毅,张天爱,结果毫无悬念,纳英获胜。 第三场唱乐舞台,宁静,同盟曲目,梦中人,正荣为薛凯奇,留恋。 抽到乐语歌,薛凯奇很开心,留恋很费劲,其实不重要,台下投票的观众也没几个听得懂乐语。 留恋拿起吉他,就扛起住了乐的部分,纳英,同盟曲目,山海, 派出的是两大唱将,王兴林和谭薇薇,乐的部分无人承担。 背后倒是有一支乐队,架子鼓敲得震天上,唱的部分两人实在太强大,远不是一个薛凯奇和留恋所能撼动的。 马英同盟再下一城,最后一场唱秀舞台,曲目乐园,姐姐阵容阿雅,阿萨,许如云,马英同盟罕见的高龄队伍, 他们的对手是曲目怪美的,成员宁静,余文文,阿娇,Tunes姐妹对类,不失为一个看点。 悬念应该没有,毕竟大师姐宁静都出马了,比赛结果符合大家的预测,宁静胜出。 四场积分相加,宁静同盟3181比3169胜出,仅有11票之差。 论贡献,王兴林和谭薇薇的山海鞠躬至尾,他俩比对手高55票的优势,奠定了胜利的基础,差一点被阿雅乐园那一组葬送, 他们输给宁静怪美的,足足有49分之多。 最后说一句,王兴林镜头多了起来,最起码达到了平均值。 纳英说到做到,让对手常常失败的滋味,比赛有输有赢,输了就走人。 这次淘汰的是赵英子,她的观众喜爱度为连纳英同盟倒数第一,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看来都听说了不冲厕所的消息。